老板 当时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如果在十日之内来赎的话 就是按原价赎回的 你怎么能给我一天加三分利息呢 是啊 老板 我妹妹是个守信的人 她不会骗人的 你的意思是我骗人了 恐口无凭 落语为证啊 我上面的告示一直这么写的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们 按原价赎回了 我让你高价当了救人 那是帮了你大忙啊 现在 你们想赎回这条项链 就应该痛痛快快地把钱给了 项链应该还你啊 要是过了十日 可谁出的价高 我可就给谁了 可是老板 我现在这些钱 还不够付你利息的呢 那指南规矩办事了 不好意思啊 别妨碍我做事啊 来 下一个 老板 我 停 等什么呀 哥 之前我来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什么告示 现在我们无凭无据 反倒是被动 早就和你说 东江的水很深 你就是不听 现在 就算是我们两个人的钱加起来 也远远不够 算了 我们先回去吧 慢慢想办法 走吧 现在我们传选 我们传选 有哪儿 怎么说 你看 有哪儿 那儿 我说 您传选 您нов心 您不想 那儿 也不要 算了 正好 没事 反正你们刚才对话呀 我在里边听得一清二楚的 你能听见了 刚才那个小姑娘 还说我是奸商 你还得给我主持公道啊 您知道 我们店诚信为本 童所无欺呀 是吧 对了 您 您相中什么宝贝了吗 有啊 这个香料 这哪是什么习恨的东西啊 二汤家 我给你拿更好的宝贝 您瞧瞧 不用了 就这个 这个我看着有演员 你放心吧 我怎么可能让你吃亏呢 虽然你刚才说 这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 不过吧 别客气 来 你这 欢迎 Deus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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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干什么你 你吓我一跳你 我要看看这是 什么宝贝玩意啊 对了 大哥 还真让你说着了 你让我调查侯丽那个赌场 果然有问题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我没让你白跑一趟吧 我早就受到风声了 侯丽他们这个赌场 手脚不干净 走 待人 现在就是抓他的陷阱 等一下 哥 我的调查还有意外收获 意外收获 你没事 你们 你说老七干 我把钱都去除完了 走 老实点 别什么让我先天调啊 送开我 把他拉起来 胡说八道 你看见我们出签了 我看到了 看到了 谁能给他证明 我们出签了 我这边的 我开赌场这么多年 像你这样想耍赖的小混合 我见多了 我告诉你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 把水给我按了 你最好 我一人做 是一人当 为什么要选我师父的名字 一个无名鼠辈 说话不就是放屁吗 必须让你师父九岁红 给你做担保 我去做担保 你怎么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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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做担保 我去做担保 让他 今天 谢谢你 我很开心 开心就好 那我明天还来接你吗 你明天 还会来找我啊 对啊 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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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出事了 你快去看看 我哥 在哪儿呢 在那边 走 快 这儿 这儿啊 小姐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你就往里硬闯 这不是赌场吗 你是来赌钱的 是这样 两位大哥 我爹呢 在里面玩 我娘让我来给他送钱的 送钱啊 这样 进去吧 谢谢啊 你可真厉害 哥 天子 谁打的你 谁打的 你这位哥哥呢 欠了我一百块钱大洋 我只是打了他一耳光 说别利息 不算太过分吧 一百大洋 你还得起吗你 赶紧回家拿钱去吧 快拿钱去 快拿钱去 还不起了我 快拿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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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把项链赎回来 所以才进去的 对不起啊哥 都是我连累了你 是赌场害了我 我本来已经赢了很多钱 不仅可以帮你把项链赢回来 还可以给师父进补 给师弟们添些好的衣裳 谁知 那赌场的伙计说老千 害我说得一塌糊涂不说 还逼我 以爹的名义在千条上按下手印 天鹰 我怎么样都不要紧 可是爹的名声要是被我毁了 我再也没脸活了 哥 你确定他们出老千了 爹说我从小也是没有你灵动 总让我盯着师弟们耍的花枪看 所以他们出老千的动作 我看得一清而出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 我也没有办法 哥 我相信你 既然是他们出老千了 那咱们就得找他们说理去 走 天鹰 我看还是算了 一般这样的赌场都很有背景 我怕我们惹不起 不能就这么算了哥 咱们西班来东江 不过就是为了逃口饭吃 你看这段时间处处都被人家欺负 我可咽不下这口气 走 就凭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还想跟我猴力交班呢 就凭我一个小丫头骗子 你们这么大的赌场 不敢跟我比吗 那好 那你说一说 你想怎么比 就比是你们手快 还是我个眼快 如果他能够看清楚你们的牌 就说明他没有说谎 就是你们出老千了 到时候 把欠条还给我们 再向我们道歉 我来比 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这不是二当家的吗 这个赌场可是我来打理的 你说你来我这儿 是不是应该先给我打成招呼啊 我现在打来得起 猴子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你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 叫我猴子 是不是有点不给我面子啊 面子是自己留的 不是别人给的 我今天是来帮你的 一个小丫头骗子 敢来挑战你猴三爷的权威 你说那是说明什么呀 一定是有备而来的呀 如果你们不跟他比试 说明你们心虚了 对不对 如果你跟他比了 脚心万一让他给赢了 那不就得不潮失了吗 那就证明你们赌场 真的出老千了 这以后你猴三爷在赌场 还怎么立足啊 罗福生 你跟我说这些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真的想来帮你的 我罗福生洗牌的水平 你还不清楚吗 我要说我是全东江第二 有人敢说是第一吗 所以我来比 最具有说不力了 是吧 怎么样 都听清了吧 只要你们赢了 就证明他们在撒谎 敢不敢逼 比 我写三字牌 要是每一次 你都能找到 正确的那一张 就算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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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清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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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一个更有能力的管理者了 罗副生 我就知道你今天来呢 没有按什么好心 怎么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呢 我现在是想办法 帮你挽回赌场的颜面 不管怎么说 在场这么多客人都看见了 对吧 你总得给他们个交代啊 要不然这样 好人我做当题 我来帮你想办法 有了 你现在把线条 马上还给他们 再道个歉 这个事啊 就算过去了 好不好 然后 从现在开始 我罗副生 可以帮他担保 这个赌场 再也不会出老千了 二当家的好像 记性不太好啊 这赌场的事 可是洪家的事 也就是公事 说到公事呢 貌似只有姥爷能定夺吧 二当家的恐怕 没有这个资格吧 公事 我当然没资格 但是私事 我总有权利管了吧 好啊 那你跟我们说说 这什么叫私事啊 过来 跟谁说话呢 你想不想就会见调了 天忆 什么事啊 你在那里 pun是什么事啊 我应该就会天派 不是这个情节 因为这个情节 干嘛 我们主人 啊 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想要的欠条 我必须收回 他想要的道歉 我也必须听到 道歉 陆富生 你小子别得寸矜持了 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下散乱的事 你夫都不知道我 你自己好在为之 好 三当家的 果然是个能去能生的汉子 既然已经跟他道歉了 那我 那我就替他接受了 好了 都别看了 接着玩去吧 走走走 玩 接着玩 走 走 天鹰 这加上处金 还能了吧 我复生 诶 罗承 怎么 你也有未尽 还是让我再请你一下 你是帮了我 但是 你也侵犯了我 把钱条还给我 我侵犯了你 明明是你侵犯了我好不好 我救了你一命 没好话不说 还受了账 你该怎么赔偿我呀 你到底想怎么样 上车再说 你今天要是不上车呀 这辈子 你就别想拿回这张欠条了 而且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到时候 我可只有拿着这张欠条 到你们西班里去要账 毁了九岁红的名声 天鹰 不能去 哥 你放心吧 我能照顾好自己的 你先回去吧 天鹰 天鹰 走好了吗 天鹰 是啊 你抱紧点 抱紧点才安全 罗伯胜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你到了就知道了 你到我来这儿干什么 我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 都会到这儿来 在这里啊 可以让我安静下来 那您现在是开心呢 还是不开心呢 这个在我手上啊 你说我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还给我 这样吧 你答应我三个愿望 我就把钱条还给你 愿望 还三个 你怎么这么贪心啊 你还有机会跟我罗伏胜谈条件 已经说明我不是很贪心了 那你说说看吧 没三个愿望 我想想啊 有了 第一个 只要我想听气的时候 你必须马上唱气给我听 什么时候满意了 说了一个好字 第一个愿望 就算达成了 那不行 像你这种会出老千的人 我当然不能相信了 就算我唱得好 你也偏偏说不好 那怎么办 我像是这种会耍不来的人吗 哦 你就是 你说得对 那我就耍不来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这个人 你不仅是乌兰 你还是赌徒 打手 混蛋 臭流氓 接着吧 接着吧 好吧 我答应你 我就不信我唱的戏 从你嘴里 敲不出一个好字 既然你这么乖 那么我就 离我远点 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 我决定送你一样礼物 我的项链 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我剪的 好 好 好